這一次應該是我第四次 第五次來參加這場比賽 然後因為這場比賽是在日本 其實在選手權之前 所以各路的好手其實都是在 狀態都非常好的時候來去準備這場比賽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試著就是連續的比賽之後 然後調整去跟日本的選手一起去競速 那這個場地有跑兩次嘛 都跑100 然後成績也都還行 所以我希望說明天也可以在200公司上面 可以做的一次 我設定是希望說可以創自己的賽季最佳 對 然後希望說可以跑進50左右 甚至是再更近一些 然後因為只有一趟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所要的目的是 你要在這一趟當中 就把自己的能力都發揮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其實會跟在 奧運的時候會非常接近 因為每個選手其實都實力都非常的堅強 所以你要怎麼在那一次的機會當中 把自己發揮到最好 你才有機會進入到下一輪 我覺得這個是這次比賽的另外一個課題 有去適應了一下場地 然後覺得場地算是不錯 有點小硬 但我覺得算是不錯 然後這積分它是有算場次的等級嘛 然後跟名次跟成績的積分 因為這個攸關我不會去奧運的時候 所以就是有跟教練 反覆計算一下我的成績 對 他也有跟我說這場 就是要帶第幾名啊 跳多少啊會比較保守的 會比較安全 我覺得我現在需要一場 找回我的自信 對對對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日本的東京的國立競技場 我剛走進去的話 覺得說其實今天走練習人也蠻少 可是他整個的氛圍啊 跟他的建築的風格讓我們看起來是什麼 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的一些像激勵嘛 因為明年市井賽也在這個場地 那也希望說藉由大獎賽來這邊第一次之後 明年也可以到這個場地來做一個比賽這樣子 因為黃金大獎賽我去年有比過 因為去年很像要拯救場地 所以我們移到橫斌 這次跟蘇州鑽石聯賽比的話 我會覺得說其實 兩個對我來說現在是差不多啦 因為畢竟蘇州是我傷後的第一場比賽 也是去適應 但是適應兩場加 欸 鑽石聯賽加全大運完之後 我反而覺得這場對我來說是一個蠻重要的比賽 因為場地又是在日本 就是最熟悉的 而且天氣啊都還不錯 場地也很讚 所以覺得說 這場比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 奧運起來很重要的一場比賽 不要受傷 第一當然是不要受傷 第二的話就是 我成績現在慢慢抓到我要的感覺 我希望說可以 至少先突破把你這個大關 就是至少先把自身的實力先拉上來 我之後像國際要起載 或是我六月份還有一場比賽到奧運 我才有一個本事可以去跟他們做一個比較 或是一個競技的這樣子 狀況其實還不錯 就是一步一步上去從蘇州覺得說 可能助跑難流問題 改進之後變到全大運 我可以去大膽做我助跑 因為全大運其實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可以做我想要做的東西 有抓到比賽的助跑的感覺 再帶入到這場去做一個檢驗 或是說還有哪些有問題 再去做一個修正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場就是很重要 而且會把我修正的地方把它丟上去 說我到底是怎麼做到我該要做的東西 先到這場去看 intelligen 我要從你沒有做事 做好 我這樣做開始